畫面左側的父親航空班機 搖搖晃晃明顯偏離航道 飛行高度越來越低 高度看起來甚至低於周邊建築物 最後不幸擦撞環東大道 冒出大量煙塵 是他最後的身影 事故發生前 正駕駛廖建宗緊急向塔台發出求救訊號 雖然飛機只剩一顆引擎 但廖建宗臨危不亂 他不再按照正常航線右轉 反倒賣力的沿著基隆河一路飛行 無奈飛機無法再拉高 他只能當機立斷 墜毀前短短兩分鐘 他在空中三次大轉彎 直接擦撞高架橋 栽進基隆河 就是要極力避開人口稠密區 覺得不可思議 你看他完全是平飛下來這樣子 急距翻轉這種動作 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 可能他飛機完全失速了 他已經沒辦法控制了 要翻左翻右他也沒辦法 另外一種可能是他故意要去 減低直衝建築物的危險性 在如此危急的狀況 這位英雄廖建宗還能用飛機最後的動力 顧全大局 拯救了台北將近十萬人的性命 他除了左邊的引擎失效之外 我懷疑他其他可能右邊的引擎或是其他的系統 比如說溢壓系統也可能有問題 導致他沒有辦法持續的爬升曲的高度 然後造成最後必須尋找迫降的地點 曾經飛行過幾年的機師發現 附近航空這架G1235航班 除了左引擎出現問題 可能其他機械也有故障 不然按照正常的SOP 若是單引擎失效 應該先直飛爬升到安全高度 再折返回機場降落 他一定是遭遇到一種沒有辦法處置的狀況 最後發現要撞地了 然後他發現他飛不過去 可是前面又是基隆河 又飛不過去 結果他就當機率單做了一個處置 把飛機壓下去 索性最近前最後關頭 機師們依舊堅守崗位 方便把傷害降到最低 如此英勇救民的行為 讓人欽佩不已 記者綜合報導